老師,各位同學,大家好 我是三年四八恩成義 今天我所要演說的題目是 小屁股借尾巴 小屁股躲在牆角捉蚊子 不然之一條蛇有著它會讓 小屁股掙扎著甩蛋尾巴逃走了 小屁股真想去借一條尾巴 爬呀爬,小屁股爬到了小河邊 它看見一條魚在河裡咬著尾巴 游來游去 小屁股說 小魚姐姐,您的尾巴借給我好嗎? 小魚回答說 不行喔,如果沒有尾巴格就不能潑水了 爬呀爬,小屁股爬到了大樹上 它看見一隻黃牛在樹下 在樹下,來動著尾巴悠閒地吃青草 小屁股說 黃牛婆婆,您的尾巴借給我好嗎? 老黃牛就說 不行啊,如果沒有尾巴 我就不能趕上映日 小屁股只好又告別了老黃牛 要向肩爬去 爬呀爬 小屁股正式爬到了屋簷下 小屁股 他看見一隻燕子在天風中 擺動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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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擺動著尾巴 飛來飛去 小屁股說 燕子阿姨,您的尾巴借給我好嗎? 燕子回答說 不行啊,如果沒有了尾巴 在飛翔的時候 我就不能掌握方向了 可憐的小屁股戒不到尾巴 心裡很難過 爬呀爬,他會找你找媽媽 大家把借尾巴的事情全部都告訴了媽媽 媽媽笑著說 小孩子,你轉過身子看看 小屁股轉身一看 高興的大叫 原來我已經長出一條新尾巴了 我的演說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